已故的南韓前總統盧泰宇舉辦 盧泰宇的國葬在今早舉行 儀仗隊護送鄰車去到首爾市松坡區 奧林匹克公園和平廣場 因應防疫規定,得大約50人出席 包括盧泰宇的遺商、金玉塑和家人 還有治喪委員會的委員和郭嘉靖要等 總理兼治喪委員會委員長金庫謙置道辭 說盧泰宇任內有不少成就 但亦曾經犯下無法抹去的大錯 這次個別式除了哀悼故人 亦反省歷史的契機 盧泰宇一圍體之後送去火化 骨灰會安放在京畿道一間寺廟